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每次到了总统大选 放纵派跟保守派 都会分成两种 不同的民调 每次选举 共和党的民调 总是落后的 因为被说成就是 不进步 不民主 太保守 跟宗教有 瓜葛太深 偶尔会有个保守派的民调出来说 其实没有 保守派其实还是很多人的 其实还是有机会会赢的 但是马上就会被大量的左派新闻掩埋 说保守派民调都是假的 美国人就是想要同婚 就是想要杀婴儿 就是想要无神论 就是想要共产主义 就是想要节能减碳 就是想要杀光地球上所有的人 爱救地球 就是想要全球政府 在所有的民调机构都在左派的掌控下 我们变得很难相信我们现在的民调 通常都是我们这些保守派的新闻台 会说 不要担心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当这个世界的言跟光 正义会胜利 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OK 所有征战结果 在于神 OK All the battle belong to the Lord 结果这次不一样了 有一个民调机构 现在出来说 川普遥遥领先 这个就是自称是 The most trusted name in news 新闻界最多人相信的新闻台 OK Clinton News Network 柯林顿新闻频道 简称CNN This is CNN The most trusted name in news 我自己都不相信 OK CNN刚刚发出来最新的民调 丢出来一个左派最不想要吞的 吞下去的一个红药丸 他们英明睿智的领导 OK Joe Biden通缉 这次的民调太差了 川普大幅领先 上一次他们的民调 我们没报道 因为跟他们一直以来的民调一样 上面说什么 RFK Jr吸走了大量的川普的选票 OK 他们总结来自两个左派的民调 一个来自NPC News OK 另外一个来自NPR Marsist 他们说什么 保守派 右派这是跑票啦 OK 拜登这次会赢 几个月后 CNN自己发布出来的民意调查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Inside Politics Sunday I'm Anuraju And we begin with breaking news A new CNN national poll released for the first time Here on Inside Politics Sunday Reveals the challenges President Biden faces As he asks voters For a second term Even as former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stuck in a New York courtroom Fending off criminal charges And with three other criminal cases looming Our new poll Which was conducted by SSRS Finds Trump is leading Biden Who has ample work to do with his base And with independent voters Who are breaking to his GOP rival In a head-to-head race 49% of voters Say they picked Trump for president Compared to 43% for Biden That's a nine-point Trump advantage With independent voters And add in third-party candidates And Trump's lead jumps even more Gets 42% to Biden's 33% And Robert F. Kennedy Jr. Gets 16% of the vote Our poll also underscores The challenges of incumbency And that voters Four years later Have a better view Of Trump's presidency Compared to Biden's 55% say Trump's time in office Was a success With only 39% Saying the same About Biden's presidency And look at party breakdown More people are calling Trump's presidency As success Now than in January of 2021 And that was in the wake of the capital attack By a mob of Trump supporters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s They're going up by 7% Now Biden's team believes The numbers will change When voters begin to zero in More on the two candidates 川普跟拜登一对一 就是正面对决的民调 川普领先6个百分点 OK 49%对上43% X6%是什么概念 就是2016年民调显示 川普比希拉蕊少6% 川普到最后都还是大赢 现在川普比拜登高6% 那这个是一对一的情况 OK 因为左派的民调是左派在做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偏袒拜登 OK 偏袒民主党 现在加入了RFK Jr OK 民主党以为或是CNN以为 这个会重创川普 会把原本是自由派 但是就是不想选川普的人 然后他们会投给甘乃迪 但是根据刚刚的民调 川普42% 拜登33% 甘乃迪的确有吸了 很大一部分的民调 OK 16% 绝大多数都是从 拜登那边来的选票 也就是说 把甘乃迪放到 这次的选举里面的话 川普会有超过9%的领先 这个是CNN4月18到4月23 做的这个电话民调 那还有一个民调的 这个数字很重要 就是美国人对于 这两任总统的任期的观点 OK 55%的人认为说 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做的很成功 44%的人认为说很失败 这两边的差距是11% OK 然后拜登呢 成功跟失败的这个百分比 差了22% OK 只有39%的美国人 是完全的 no need no call 这个数字跟拜登的民调 是吻合的 成正比的 那说就是 现在我们很难相信 在总统的支持率 跟民调这么差的情况下 拜登还有任何机会 可以当选 61%的反对是什么意思 是比美国史上最烂 最无能 最失败的总统 OK Jimmy Carter在1980年的时候 支持率还要低 当时Jimmy Carter 也是最后一年 他做了什么事 是越战不断的失败 然后还有放弃了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 还有控制全国的能源价格 基本上就跟拜登现在想做的事情一样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导 拜登是过去70年以来 民调最差的美国总统 比水门案的尼克森 还有差点毁掉美国的Jimmy Carter 还要糟糕 报导上面说 拜登是过去这70年以来 民调最差的三军统帅 毁灭了他再度执政的几率 拜登81岁在2024年的第一季 得到了38.7的执政支持率 这是来自Gallup Hall 在星期五的民意调查 比只任职一任的总统 老布希在执政同期 还要低三个百分点 离总统大选只剩六个月 拜登的例子五点 比之前的所有总统还要危险 报导上面提到了老布希 老布希当时的时期是怎样 各位比我老的人应该可以告诉我更多 当时是苏联瓦解了 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 他出兵巴拿马 侵略巴拿马 出兵伊拉克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 为了要保护科威特的石油 然后最后呢 他在1992年的时候输给了克林顿 老布希对美国有没有贡献 他对美国唯一的贡献 大概就是指派了我们的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拜登的民调 比他还要低 现在几乎所有的摇摆州 宾州 威斯康星州 密西根州的 他们的报导都还是说 选举很近哦 拜登那些地方的支持率 还是有很大的基本盘 但是 真的很难说 那些基本盘还存在吗 他们这一次还愿意投票吗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完全支持民主党 不是民主党不投的 但是 他们这次会愿意 出来投票投给拜登吗 这些民调公司 每天打电话问 OK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问的 怎么回 这些人怎么回答的 民调公司会问 那你这次选举会投给谁 哦 I don't know Joe Biden 或许是这样子 你觉得 anyway 拜登这次选举 可以说是 一点士气都没有 他们这次 这些 如果说跟我回答就是 I don't know Joe Biden 这些人 他们还会出来投票吗 会为了 sleepy creepy 跟自己的女儿洗澡 OK 近代史上 最糟糕的总统 奋斗吗 但是川普的阵营 川普的选战 就很不一样了 我认识 原本支持Ron DeSantis的 还有支持Mike Pence的 现在都出来支持川普了 OK 支持Vivet 现在也出来支持川普 这个我 让我很想要再访问一下 林伟雄医生 我想问他说 他现在对于川普的看法 还有他对于 今年总统大选的走向 林医师 如果说你有看到 这个节目的话 请跟我们联络 我不认为这一次 还会有这么多的人 会愿意为了反对川普 出来投票给Joe Biden 而且现在的国际局势 离大选越来越近 我们会 看着现在的 发生的事情 然后问说 拜登 川普 还是RFK Jr 问我们自己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总统 来带领美国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着川普 然后说 我认为这个人的价值观 跟我比较像 我认为川普比较能代表我 然后我们可以问说 哪个总统比较成功 这个答案有点太明显 然后我们再看看自己的生活 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美国人过得比较好 还是拜登当总统的时候 美国人过得比较好 根据民调 川普现在有62%的黑人的选票 还有52%的拉丁裔选民的选票 拜登这次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赢 这一次的选举很重要 非常关键 特别是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住在加州 是住在纽约的 我相信各位应该 感觉到 在2020年的时候 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 现在你身边的人 你在你身边的人 可以听到 有人在讲说 我是支持川普的 我这次会选川普 你这次听到的声音 不再是就是 没有啦 谁当总统都一样 或者是 直接指控川普 就是种族歧视 Stop Asian Hay 那种很脑残的那种人 No Nino Crew那种人 Sorry 连我们加州 这么邪恶 这么可怕 这么黑暗的地方 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公开的支持川普 跟共和党了 我们上去San Diego的时候 一堆的人 说我支持共和党 我支持川普 还有像纽约州 纽约的工会 都出来说 纽约要深蓝 工会 绝对深蓝的东西 纽约的工会 都出来说 他们看到 认为有大事会发生 Something big is coming Something big is changing 他们的工会成员 支持川普 跟拜登的比例 是3比1 这个是根据超过 9000个工会成员的民调 这次想要翻转纽约吗 这次在政治层面 非常有机会 如果这个力量 这个momentum 可以继续的话 可以维持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人 从拜登那里跳传 这次的总统大选 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特别是RFK Junior出来 OK 甘乃迪家族的人出来 RFK Junior 我们的节目上面 之前有讲过 我们还说 嘿 开玩笑讲说 嘿 川普可以邀请他当副总统 你看现在的民调 川普的42% 再加上RFK的16% Why not 这一次如果RFK 也在选票上面的话 我不认为他会 对川普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RFK Robert Kennedy 他是个左派 他是个民主党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他是个极左的 例如像说 环保议题 婚姻议题 他会搅乱 整个拜登的选民 那些想要投给民主党 但是认为说 拜登的健康 他的年龄 都出了问题的 民主党党员 他们会出来选择 投给 Robert Kennedy 而且 这边 我想要跟民主党讲一下 你支持民主吗 支持民主的民主党的人 你这次应该要发现这一点 如果你支持民主的话 请问为什么你们的党 这一次没有给你任何初选的选择 为什么这一次选举 你只能选拜登 为什么你的党 民主党 不把你的声音 把你的选票 把你的选择当一回事 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 民主党 民主吗 他们不让你选 甘乃迪 甘乃迪家族的人 他都不让你选 他都不准让你在你的党内的初选上面的选票上 John F. Kennedy的职职 他都不让你选 那住在加州的 住纽约的 我们这一次 真的可以影响什么 我们可以翻转我们的州 最主要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RFK 这位甘乃迪 民主党的甘乃迪参选了 就连CNN现在都出来说 拜登惨到没机会了 我们的敌人 正在我们的面前崩溃当中 雅各书四章五到八节 圣经说 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爱到嫉妒的地步 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 但神所赐的恩更大 所以圣经上说 神对抗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你们应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你们 你们应当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们 罪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三心二意的人 要亲近你们的心 这一次的选举 对我们非常有利 美国还有救 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多的保守派 比例最高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赢的时候 我们不能骄傲 因为神对抗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更应当顺服神 抵抗魔鬼 魔鬼就会逃避我们 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 三心二意的人 要洁净我们的心 现在就是我们在堕胎上面 这个议题上面 不可以妥协的时候 婚姻一男一女 不能妥协的时候 教会不能软弱 基督徒要起来 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可以赢 可以赢得很大 而且得胜又得胜 但是选举 不是最终的胜利 最终的胜利 是要改变文化 你还是要homeschool 你还是要读圣经 你还是要坚持 圣经的价值观 这个样子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下一代 才不会再出一个九百等 因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他说 你们要谨守警觉 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吼叫的狮子 走来走去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只要我们一不小心 他们就会像吼叫的狮子 把我们吞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警惕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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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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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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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